有熟的像康哥希望來支持 有不熟的希望跟他 有進一步的關係 像鬼鬼 打算做一個餅額給他們 我有經驗 我有陰地 我有飲水 優喜參半啦 優的是擔心說就是鬧劇一場 草草聊事 那喜的是說 哇這個陣容真的是夠堅強啦 第一個感覺是 因為這六個人 其實我每個人都沒有很熟 只有跟宥婷跟元昊哥 之前有遇到過 但是我都不知道 他們會料理或什麼的 所以會想到的是 他們會嗎 我覺得其實不用擔心耶 你看康哥開過 全台灣最知名的夜店 林威自己有開店 林威對餐也是沒有問題 然後姚元昊 元昊 更不用擔心 天到晚自己在山中自己搞食物 我從來沒有想到一間餐廳呢 全部都是重量級的 這麼堅強的陣容喔 先不吃東西 光是看這樣的人喔 我都覺得就只會跳架了 對這個節目 其實說真的 還是滿有相當大的期待的 他可以吃就好 那時候是這樣子想的 這六本主要非常期待 食物啦 對客人的服務 非常的期待 對 對 有守的像康哥 希望來支持 有不守的希望跟他 有進一步的關係 像貴貴 對 我有點什麼你知道嗎 我有點喜歡你 總是希望說 好朋友嘛 能幫上點忙嘛 那我能幫什麼忙呢 首先呢 我人脈呢 非常的廣泛 開餐廳是這樣嘛 就是需要的客人同場嘛 尤其在初期經營的階段 那我朋友呢 非常多 可以帶很多朋友來這邊 品嘗美食 那第一次看到佑婷做這件事情 本來是底下很熟嘛 大家知道佑婷個性大概是怎樣 就是想要來看看他做餐廳的樣子 有沒有不一樣的感覺 嗯 蠻不一樣的 玩怕的 明慧是已經拍到很熟啦 我們拍伯伯嘛 拍最佳利益2 要說大家記得觀看 跟元昊已經 可能我剛出道沒多久啊 我們拍戲就認識了 他今天變了一個人了 判若兩人 我本來期待的是說 跟他鬼扯啊 嘻嘻哈 他今天喔 稍嫌嚴肅耶 因為他蹭職在當一個店長 完全脫胎換骨了 所以呢環境會改變一個人 呵呵呵呵 這果然是真的 我今天比較害羞 因為在全明星的場上 他是比較霸氣的 但是今天他在幫我們分生菜的時候 嗯 又婷怎麼那麼害羞 慢慢的這樣輕輕的 很怕做錯事 有沒有看到他在廚房裡面 他真的就像是一個 邢南主廚非常的專心 熟練在他的食材的備料啦 烘熱 一看就是非常有經驗的 一枚男子 然後明威非常非常關心我 大哥大哥 你口渴嗎 來來來 我們我們有冬瓜茶 趕快來喝喝看 大哥大哥口渴嗎 烘味內 一直來關心我 那你口會渴嗎 很久耶你這樣子畫 有有有 我有準備烘味內不會結合 哇 蜂蜜冬瓜 你要不要來 蜂蜜冬瓜 好好好 邊喝紅酒邊畫呢 歡迎準備 謝謝 真的不好當真 我們戲裡面大哥 我們這橡皮炸的比較好處 我給他100分 因為康哥過去有開餐廳的經驗 所以他不是玩票的 他是爭財實學的 他今天非常到位啦 又婷0分 沒有啦 又婷的話我覺得是基本盤 就是60 65機格 至少他有在注意客人要什麼 跟至少是面帶微笑 因為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那是100分啊 對啊 兩位都是嗎 我覺得全部都100分 那包括我跟 宜耀倫在討論這個顏色的時候 他藝術總監嘛 所有的色系 今天都是他完成的 我說哇 太完美了 剛好都是我要的色系 我覺得精益求精 每道美食呢 都有它的特質 都有它的特色 但是呢 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打算做一個餅額給他們 我有精益你有求精 我有因地你就要自贏 我有飲水你更要思緣 哈哈哈哈 照片 《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